画面上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带着二宝来到七堵市内儿童乐园玩耍 体验小汽车 溜滑梯和超级市场的采购 二宝玩得好开心 一度不想回家 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那是葡萄跟西瓜 还有跟面包 三明治 营养三明治 三明治 三明治 Anana在哪里 Anana在这边 哇 好棒哦 他喜欢这个瀑布 他不想回家的 他不想回家了 在市长谢国良的邀请下 台北市长蒋万安 特别带着二宝来参加这个室内儿童乐园 与基隆首创全国第一的亲子招呼平台成果展 大力肯定市长谢国良用心推动亲子政策 其实我要谢谢国良特别邀请我 因为周末很多行程 我没有办法带着宝贝 但今天这个行程 我又可以来给国良市长支持 又可以带二宝来放电 欲举速得 所以谢谢国良市长的邀请 基隆多雨 但是就看出来国良市长的用心 在基隆一区一个室内儿童乐园 就是用心规划出来照顾年轻爸爸妈妈 当有小朋友需要有一个空间让他们玩乐奔跑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政策 其实最重要是免费开放 让所有的爸爸妈妈带孩子 所以不只是让我们省下荷包 也让孩子可以尽情地放电 尽情地玩 室内儿童乐园到现在为止 陆续有了一些成果 第六座的人爱区 室内儿童乐园现在已经开放市营运 然后第七座的暖暖区室内儿童乐园 正在兴建当中 我们最近常常看到桃园来的爸爸妈妈 新北板桥 英哥来的爸爸妈妈 那我们这边原则上都欢迎大家来玩 因为我们倡导的是一个有爱的环境 国良市长今天也向大家正式宣布 在之前所成立的亲子照顾平台 这是全国首创 而且让我真的非常有感 我刚刚跟国良市长就聊到 我以前真的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半夜的时候小朋友突然发高烧 那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大宝连续烧了三四天 我真的是急到 不只是晚上没有睡觉 而最重要是心理那种焦虑跟负担 我想所有爸爸妈妈都能感同身受 所以后来发现是玫瑰枕 我后来才有经验 小朋友连烧四天 身上出了疹子就会自动退烧 所以国良市长所推出的亲子照顾平台 对于很多新手爸妈来讲 在晚上或半夜的时候 碰到小朋友身体有任何状况 他可以赶快的透过平台 咨询专业的意见 也有专业的医师提供协助 我想这绝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项政策 那今天也特别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 亲子照顾平台的成果展 刚刚问了一下闲政局长 我们下载率已经有接近九千人次左右 也就是说有九千个爸爸妈妈 因为他们的孩子有来这个加入我们这个平台 那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个这样子的夜晚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成果发表 无非就是希望有更多的爸爸妈妈 共同的来使用我们的亲子照顾平台 透过亲自体验与了解 台北市长蒋万安大力赞赏谢果良上任后 积极推动的室内儿童乐园 和全国首创的亲子照顾平台 他认为谢果良推动的政策 都是站在爸爸妈妈的立场用心来推动 可说是一位照顾市民的好市长 呼吁市民朋友全力来支持乡挺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